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新鬼蛙回魂》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一家名叫卡斯兰的高科技公司生产出了一种高智能娃娃8D 这个8D不仅能跟孩子一起玩 还能遥控卡斯兰的其他智能产品 更神奇的是 8D还有自学的技术 能不断调整取悦主人的方式 一天晚上 在卡斯兰位于越南的工厂里 工程师龙套叔被主管筹骂了一顿 这哥们憋了一肚子的歇会儿没地方撒 于是便偷偷地删除了一个8D的安全程序 龙套叔干完这件事之后 意识到自己罪孽深入 于是便跳楼自杀了 这个没有安全程序的第一代8D 卖出去没多久 顾客龙套姐就来退货了 说这娃娃不仅眼睛是红色的 而且还有点不对劲 加上第二代8D马上就要上市了 因此她不想要了 春花是超市的营业员 作为单身母亲 她一个人带着儿子小正太过得非常的简单 眼瞅着小正太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春花跟同事软磨硬泡 终于免费得到了这家退货 春花的男友鸡贼叔是个有妇之妇 这孙子是吃着家常菜还惦记着送外卖 属于典型的臭无赖 小正太把8D通上店之后 8D经过扫描 认定眼前这位就是自己一辈子的主人 这个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8D有点神经质 性能方面似乎也不是他完善 时不时的还会耍着小兴 不过8D特别的善解人意 而且也很会拍小正太的马屁 小正太非常讨厌鸡贼叔这个人 说鸡贼叔是吃人饭不干人事 根本就不是好玩呀 说有这么一天 小正太正在跟8D下棋的时候 突然被他家的猫咬了一口 小正太刚发了两句老嫂 8D就心里伤害了 上去就掐住了猫的脖子 幸亏被及时赶到了小正太的支持者 为了教训鸡贼叔 小正太和另外俩熊孩子 胖多和小甜甜 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 可怕鸡贼叔吓得不轻 由于8D有超强的模仿能力 加上程序里没有任何的安全保 因此有时候疯起来 下时候就不知道轻动了 转过天 小正太放学刚回到家 突然看到家里的猫被8D给杀了 小正太说你为什么要杀他 8D说这猫太讨厌了 早就该领和害了 原来小正太曾经说过的话 8D全都入了音了 在8D台来 凡是小主人不喜欢的全都来除掉 到了后半夜 8D开始回放猫咪被杀时惨叫的物语 可怕小正太折磨得不轻 小正太和鸡贼叔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挑起这事的就是8D 他趁着鸡贼叔正撒尿的时候 回放了小正太曾骂过鸡贼叔的话 被鸡贼叔连吓唬带威胁 这小正太彻底不淡脸 不断的诅咒鸡贼叔下地狱 为了替小主人铲除这个大坏蛋 8D偷偷的上了鸡贼叔的车了 趁着鸡贼叔正在捣鼓圣诞彩灯的时候 8D突然来了了物法 摔断了腿的鸡贼叔正在草地上 艰难的爬行的时候 8D开着除草机就过来 这场戏的结尾大快人心 鸡贼叔结束了他缺德的一声 细分彻底下了惊了 警察老抽哥的妈咪李大妈和小正太 是邻居 他曾不止一次看到过小正太的妈咪 春花和鸡贼叔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 小正太起床之后 突然发现鸡贼叔的脸皮 出现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把这熊孩子当时就吓台了 小正太急忙把胖子和小甜甜 叫来商量对子 小正太主张报警 可小甜甜反对了 小甜甜说 到时候你说的清吗 你觉得警察会相信 这是一个玩具娃娃干的 最后三个人一商量 决定把鸡贼叔的脸皮 套在南瓜上包起来 扔起垃圾箱 可仨孩子正准备出门的时候 春花突然回来 春花说你包的啥玩意儿 小正太急中生智 说这是送给老抽哥的妈咪 李大妈的礼物 因为他经常给我辅导功课 小正太这瞎话说的是 有鼻子有眼 春花不仅信了 而且还亲自陪同小正太 来到了李大妈家 小正太说 下周就是我的生日的 你一定要答应我 到时候再拆开 此时小正太意识到 这个娃娃绝不能再留 于是和胖堆小甜甜 一起把巴底给捣坏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娃娃被扔进垃圾箱之后 被公寓的维修工 落塞湖给捡走 这哥们打算修好之后 转手给卖 到了晚上 警察老抽哥和同事 来小正太家调查车 春花得知 鸡贼叔死了 哭得跟个泪似似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小正太鼓足勇气 来到李大妈家 趁着李大妈和老抽哥不注意 小正太抱起那个 沾有寄贼叔脸皮的男朋友跑 然后直接扔进了垃圾箱 经过落塞湖的一通下倒 我巴底终于复活了 可这巴底一点不懂得知恩图报 反倒杀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此时的巴底已经彻底疯了 为了能继续的威飞作呆 他把自己包装之后 主动送到了吃瓜的小酱油甲 第二代的娃娃马上就要发售了 当小正太正在超市里 瞎雪梦的时候 巴底突然出现 并且在电视上播放了 他诅咒寄贼叔的视频 可把小正太给吓坏了 当他正准备对巴底施暴的时候 小酱油几时感到智慧了 因为此时巴底已经是小酱油的玩具了 无论小正太怎么跟大家解释 可根本就没人相信呢 小正太通过小酱油遗落的手机 打开APP发现了巴底的情绪 老抽哥的妈咪李大妈晚上出去约会 为了赶事谋 还叫了一辆无人驾驶的转车 这辆车跟巴底一样 都处于卡斯兰公司的产品 小正太通过视频一看 意识到李大妈可能要出事 于是便打算下落制止 可狗撵兔晚一步 李大妈已经坐上车绝尘而去 刚开始一切正常 可就在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巴底开始遥控制辆无人转车了 把李大妈甩晕之后 巴底七里咔嚓又把李大妈杀了 小正太说李大妈可能有危险 咱必须制止巴底 可不管小正太怎么说冲欢 根本就听不进去 警察老抽哥来到现场 一看他妈咪死得这么惨 他心都碎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 所有人都开始对小正太产生怀疑了 小正太正在屋里胡思乱想的时候 巴底的声音突然出现了 这个占有欲极强的娃娃 声称要干掉所有阻止 他和小正太在一起的人 第二带娃娃发售的当晚 小正太来到超市 等待着抢购的顾客 挤满了超市的入口 小正太扔掉了 那个带有鸡贼叔脸皮的男管 最终被一个流浪汉捡到了 并且及时交给了警方 警察老抽哥一看包装那么熟悉可气派 来到超市就把小正太也祸捉了 娃娃发售的时间到了 急不可耐的顾客们如潮水般涌进了超市 接下来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巴底遥控了超市里所有的卡斯兰店的产品 把这些吃瓜群众杀的是屁股尿流 影片的最后 小正太为了救自己的妈咪和巴底 来了一场巅锋对决 经过一场肉活战 小正太最终把巴底给断了店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样 科技发展虽然快 但也不能全依赖 万一程序出了错 搞不好就携了菜 卡斯兰店